无数核弹齐刷刷的砸向舰艇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就已引发剧烈的爆炸 男人已被惊个目瞪狗呆 然而此时的外星飞船却在密谋着什么 只见他摆出架势开始不断蓄力 随即便爆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光波 趁着众人欲罢不能时 飞船光速对准塞尔号 随即便启动了涡轮导弹 眼看鱼雷逐渐逼近 美军立马掉转枪口满意颜色 可最终还是有一枚核弹精准砸进了船舱 下一秒 小胖气的瞬间上头 在他的领导下小船艇开始疯狂复仇 搭配上远处卡尔号的火力 他们势必要在此处搬下一程 然而威力却如同刮沙 紧接着飞船光速锁定所有敌人 发射出核弹定要让其隐恨西北 最终在火力的炮轰下 卡尔号也难逃被击中的命运 不得已还是败下阵埃 现在美军只剩下一艘小船和博尔号的火力 正当众人陷入沉默接受失败时 不死心的小帅却不死心 只见他推动影情开始向外星飞船冲去 人类的生死存亡全在此一举 不幸的是飞船很快便发现了他们 随即立马发射出百枚核弹 危急时刻男人一声令下 舰艇果断抛下船锚 凭借着蛇皮走位众人顺利躲步危机 随即他们立马将枪口对准飞船 每一发炮击都造成了承灯的伤害 眼看击尘也不是不可能 众人立马装填炮弹准备决一死战 可转眼间从飞船内却再度发射出数发鱼雷 并精准落在了舰艇船头 不服输的伯尔号也立马开炮回击 就连士兵也架起机枪加入战斗 最终在众人的轮番轰炸下 外星飞船终于碎成渣渣灰倒在了海面上 可紧接着残骸却突然开始蠕动 随即便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光速飞出三枚风火盾 眼看即将击沉伯尔号时 好在及时赶到的轰炸机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他们的火力支援下 外星飞船这才彻底被消灭 地球的和平再次被众人守护下来